同样在昨日歌手于成庆在台北度过了他48岁的生日 特别的是这个生日 他是和自己主持的百万大歌星节目组的全体人员一起度过的 而儿子小花莉也在爸爸生日的大喜日子送上了礼物 不过这份礼物却让于成庆哭笑不得 他说有送我东西 我说那个是生日礼物 他说对啊 我说可是我都没看到 他说因为我已经吃完了 他开心我就开心了 有送蛋糕就对了 什么什么小甜点 他送的是我喜欢他也喜欢 不过他比我喜欢